關心勞動關係法這方面的情況 首先我在這裡借這個平台 就讓大家掌握一下有關的情況 其實繼上個星期 我是不斷有同 勞方、資方這方面是接觸 協商、溝通 其實日前我都繼續有同 勞方和資方雙方協商、溝通 我們都非常感謝勞方和雙方 兩方面都對於在《基本法》 所定定的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 這個制度的尊重以及重視 雙方都願意在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 這個平台進行有關的磋商 我想再強調一樣 就是說特區政府之前 聆聽了社會各方面的意見 是對於我們最早那七項的修訂 是最終我們作了一個最新的修訂 那個修訂其實當時 大家都一直跟大家說的 就是我們的員工 如果他在強制性假期 他開工的時候 他的補償這個權益是沒有受到影響的 但是當然我們是非常樂意能夠聆聽到雙方的意見 亦都希望他們透過這個平台能夠理性地作出溝通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作出有關的協調 其實十選三、四選三都有在社協那裡談過的 那麼其實我們十選三 我們都透過公認諮詢 亦都問過社會 收到意見之後 我們已經收過為四選三 但我重新都講過就是說 我們希望透過即將開的這個社協 能夠令到雙方都能夠將他們自己的憂慮 將他們自己的想法能夠講出來 我希望能夠盡快達到共識